今天要提醒喜欢染头发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咯 有一位30岁女子她很喜欢染头发经常的变换造型 不过呢这个染剂的品质很差 导致她的头皮毛囊都坏死了 甚至还出现了秃头的情况 必须戴假发才能够出门 我们要提醒您哦 要避免这个掉头发的话 最好让这个头皮式保暖 还有呢维持正常的作息 以及小吃啦 照片中头发稀疏的头皮 你以为是个中年男子吗 不 这其实是个28岁的女生 因为太长染头发 头皮年龄是个50岁的女性 染剂刺激头皮这不是第一例 还有女生用到品质差的染发剂 掉发掉到无法治疗 最后只能戴假发 只要是使用染发剂 长期使用对头皮都会有伤害 在我们门诊中发现很多的民众 因为长期使用 他因为头皮有时候没有做好保护之后 这样头皮才能伤害 还是头皮慢慢的有轻微的一个 所以过敏的一个皮肤炎 甚至他毛狼受到伤害 也会慢慢造成掉发的现象 不只染发剂 还有这个妇人 烫头发温度太高被烫伤 又被药水刺激 短短三天头皮溃烂 医师也提醒 最近天气冷 气温骤降 也要小心掉发危机 最近门诊掉发的人就增加了三成 建议温度变低 最好戴上帽子 平常做习正常 也要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而且不只身体要保暖 要防掉发 头皮也要做好保暖工作 杰鹏专 黄一珍拍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